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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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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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7号玩家 对吧 隐神 我觉得他也是自己正常水平 包括昨天他跟黎晴打了一场表演赛也是 颈上点四神 他是个狼什么 有一个狼打到够了 但还没打到够 第一天冲出去争渊家 对就赢了 因为也是拍当局 在颈上诅咒 在昨天的表演赛里面 GSC的周赛 祖咒也是在井上点了四个神 其实因为祖咒是这样的 他说实话 敏人的能力确实有天赋 对吧 要高于常人 这个大家因为 比我们稍微差一点 差我们一丢丢 稍微差我们一点 对吧 但是说实话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学能学到的这种东西 首先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讲道理还是可能是大家还是选手比较紧张 在自己发言的时候没有去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种能力主要是你取决于对人的察言观色的能力 包括像GY也是 对吧 饮料是上过课 对吧 他以前饮料其实也是挺讲逻辑的 后来因为上过FBI的课 所以饮料也渐渐地掌握了察言观色 像Y哥诅咒这些人都是属于80后 对吧 像我们90后 我也是80后 你不能这么说好吗 不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的人生阅历多 你知道吗 察言观色的能力肯定比我们要强一些 所以这种能力大家也可以多练练 也不能说是所有权都是归功于就是诅咒 我觉得它正常水平 但是只能说是其实讲道理 其实我们在解说台 包括很多观众大家能看出哪些牌爆水 爆水的意思就是平民牌已经发言 发的不能再平民了 就是我通过逻辑来帮你们找二位什么是个名 九位什么是个名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但凡有些稍微就是江湖历练比较高的人 比如大凡在这个位置做一张什么李斯这种的会演的人 你就演进去了 因为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通过自己的发言表现出来 最多就是状态表现出来 比如9号发言的时候 他在跟一张平民牌表水 你告诉我这阵子 你是不是就是一张平民牌了 神的话不可能阵子去做 或者你就稍微再委婉一点 就表示我在狼视角 这个九可能是个神 他在这边故意阵子聊 他是在聊我们的反心态 或者去跟狼去打一种心态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选手还是因为紧张 因为你们说实话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看过精神大司赛 就知道JY在精神大司赛上也说 我不看状态 我不看逻辑 我只看状态 对吧 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个好人状态 所以他是个好人 Y哥其实Y哥在狼人杀理念里 他是永远状态大于逻辑的 对吧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 但是就看你喜欢怎么玩 你要喜欢玩逻辑 你就盘盘逻辑 你要不喜欢玩逻辑 就去找找状态 对吧 但是我挺认同Y哥这句话的 就是状态一定会大于逻辑 因为人说谎 对吧 总会骗你 但是他的一些不自然的肢体语言骗不了人 而JY就是从解读你这个肢体小细节 然后来判定你身份 然后久而久之 他越定越准的时候 自信也上来了 就也不会再定错了 偶尔定错 肯定会定错 但是只是偶尔的事 所以说看大家喜欢怎么玩玩啥 反正就是不同的方式 对吧 就像大家曾经经常看BK那些人 都是基本玩逻辑的 对吧 他们基本上都是 我私底下问过的 那场上那边准备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现场吧 一会儿再去聊一下这些你挂像的问题 对对对 各位玩家三二一天亮 现在开始进行警长竞选 请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将你们手中的号码牌 放置到号码灯上方 代表上井 本局游戏上井的玩家有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现在时间是十九分 七号玩家被上井 有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那十叉杀 表下井会了哦 算了没准备好 不跳了吧 我是构思着想要给十报个叉杀 因为十坐在我边上 因为没敏 其实这是没敏 要看看后支位能不能得到点反馈的信息 真的是烦 三把蛋 给狼人排个坑 又是个蛋 真的是挺烦的 那中局拿个蛋牌 真的一点视野也没有 还要同时看牌 牌都不让我先看 给你们讲一下上井的心路历程 就吐槽一下 又是一把蛋 狼人排个坑 后支位的牌 听你们发言嘛 心路历程就是我想上井 想给十报个查杀的 是查杀先报出来 井会流没流 我们想想算了 这戏也没好 也就别做这个戏了 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这把牌上井的人蛮多的 你们去表演吧 好吗 前两把牌 好人输得都蛮可惜的 我希望这个局 少给狼人一点 那个扛退位行吗 我想赢一把 过了 9号玩家发言完毕 11号玩家请发言 5番关系这个12 为什么 上一把 最后两张人摸牌 两个好人 对吧 前周围的酒 听了我觉得还行 没有摸预言家了 这把应该能赢 但是我的底板是个好人 听听你们的发言吧 井消会选择我的战变 当我听到预言家的发言 我有可能直接就把灯牌 亮了 退了 好吧 好人 我不想去给后缀 压力没有必要 真的 是个狼 他就自然会干狼人的事情 是个好人 他就会完成自己的义务 对吗 我上井本来掌 月言家在前周围发言 只听了一个酒 起身 我还以为 可以把他前注 结果他跳到一半 不跳了 我并不是认为 石是个好人 他发石叉叉 我不信 不是 起身那个状态 我就认为酒不像 好人 过了 11号玩家发言完毕 1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一张好人 我觉得酒 后半段聊的还行 前面段我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你跳不起来 就不跳了 反正就是 我觉得你给石发个查杀 就是 你说你没比过石 但你要给石发个查杀 石是张井下的牌 我觉得 没什么用 反正就是觉得没什么用 想诈身份 看反馈 还不如给井上的牌 我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前几百 跟石也没什么交集 为什么就盯着这个 石号给石号发查杀 我觉得有点怪 不过后半段聊的还行 不是很像一个狼 我是个好人牌 我是那什么 我本来也是 上来把这个牌子在这放着 我也没想上井的 结果都已经 他都说了我上井 我就上井了 那我不知道七号牌 为什么那么坚定 非要在井下待着 那你一会儿聊聊吧 我不知道是狼队安排你 上票还是怎么着 我就七号牌 可以进井回流 就点一手 因为我是觉得 就我这牌子 也不是我自己放上去的 也不是我想上井的 他都说了我上井了 我说那我就上井聊一聊 也挺好的 那七号牌 我觉得你情形要在井下 我觉得你可以聊聊 为什么非要在井下上票 对吧 反正我是让好人牌 我觉得 九跟十一都还行 我觉得九跟十一 有点同身份的意思 都没干了事 像两个平民 我是个好人牌 那后这位 你们自己去跳吧 我觉得 你又要跳 你别跳了 我觉得六跳 我不信 好吗 我是个好人牌 然后过了 一号玩家发言完毕 二号玩家 请发言 我不敢操作了 我觉得刚才玩 给自己玩下了 这把是个真名 不是神 我也不挡刀了 钱之位找一找吧 我觉得 七那个位置 强调自己在井下 我跟一块 差不多 我觉得七是有问题的 他紫一白链 非得下来 当时在井上 其实我观察了一 一的那个表现 他本来可能不想上井 然后他个牌子在上头吧 这个表现还比较自然 而且一想 那个想法 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我觉得九不太好 为什么呢 九在那个位置 它是一种很低落的状态 他说我两把都输了 这一把我想赢 我觉得他有点像狼 第一把 就是守之位发言 去这么说的 当然我现在 对自己的判断 也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发言 不能再让之前那么嗨了 我得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下来 我这张平民牌 先把水表干净 我觉得后之位呢 这张六可能要起身汗跳 可能是张狼人牌 这张四呢 约约一世 也有可能要跳起预言家牌 那么这张三跟五 这两个人呢 应该可以先放下 先不管 我觉得四可能要起身汗跳 我觉得六也起身要汗跳 跳起预言家 那不是汗跳 重点听他们发言嘛 前之位我觉得七不好 我觉得九不好 九如果不好的情况下 那十的景下 可能是张好人 十一我听不出来 十一拿了两把预言家 这把拿什么 我觉得至少不是预言家 大家都能知道 那十一再去听嘛 不知道十一身份 我觉得一比较好 好吧一比较好 我觉得九不好 七不好 后准备再听嘛 过了 别别 七二吧 七二七二六 很乖的 带预言家 六号把金水 是这样的 说一下 我为什么验你六号呢 其实这样的 其实也没什么好验 你是这样 你上把是个狼 我一开始 敏出你是个狼了 我觉得这把你上把贼像 又喝水 把你验了 我其实想验那个四 我认为四是个狼人 但是太想验你了 我想看看你 跟我是不是一边的 验了你是个好人 我认为啊 二号玩家讨厌了 把你放第一情况 其实我想十七顺验 我想用那个十 去对那个九的身份 我现在又改了 就是十七顺验 一二两张牌 能不能管狼 跟你六号牌说 应该能管狼 不验了 我认为一二的发言 都不能保 为什么 因为一号牌 说你六跳他信 你是个好人 我验的 所以一号牌 我认为就那样 二号牌起来 他说 他说十篇好 他说七步好 他说你四汉条 六汉条 四是我定的狼 我虽然没验过 因为我第一验 一定给你六 所以我认为二号牌 有点吃信息 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本来是想这样 七二十顺验 但是我认为二十个狼 你六也能管住 别浪费这种东西 就把这个十翻了 十是个狼 九九身份 稍微往上放一点 十一翻 我觉得还行 就拿这个十 去对九的身份 我觉得你九像个好人 所以我验这个十 十二十个狼 九九直接就塞了 六是我的金属牌 四号玩家 跳吧 好吗 我认为你是个狼 上来给我汗跳的 昨天为什么没验你呢 因为把这个验给了六号玩家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我认为六号玩家摸牌 又像上马那个狼 我怕他是什么呢 我把六号玩家验了 如果他是个狼 我就起来说六号玩家查杀 看你们信不信 信就说过 就这么简单 上马牌 白狼王抱着一张守卫牌 晚上四郎 四神 确实点齐了 我证明 所以我就把六号玩家验了 六号玩家是个狼 你们就选择赞我 还是不赞我 赞我 我儿子就说过 明白吗 六号玩家金水牌 三号玩家发言完 四号玩家请发言 二十二顺验 八叉杀 我是个预言家 那你前罪的三 只能是个汗跳 一会看六末罪的战鞭 如果六帮三打三洞的话 那三六是 紧上的两张狼人牌 我为什么要先验那个二 因为二发言很奇怪 我定义完二 就能定义十的身份 因为二保了那个十 如果二四张狼人牌的话呢 那十再踢 如果二是个好人牌 那十就放了 因为二去保了那个十 因为我为什么要验二 约二这人的状态不太像了 二这人的状态不太像 因为他前两人拿好安排 都是站在桌子上跟你们打 但是他这人是干什么 有点虚 那个二有点虚 我约那个十二是排下位置 约二保了那个十 我定义完二 就能知道十的身份 那我紧下再开一张十二 约八是我的查查 为什么去运八 约我要定义一些 我定义不了的身份 在场上五六 包括那个三和那个二 那些我都能听得出 听发言我能判断得出来 但是那个八我听不出来 因为八上来拿了张好安排 他那个发言我真的定义不了 我就去把八翻了 翻出来八是个查查 级黑流先一张二 再打一张十二 紧上前缀的话 我觉得十一偏好 我觉得十一偏好 我觉得一还行 那三汉跳对吧 那没关系啊 如果六在你那边 帮你打三洞 那就三六两张狼 紧下的八是我的查查 那就二十二定义完 未知就没了 我是个预言家过 四号玩家发言完毕 五号玩家请发言 这是挺难判断的 因为我两个人都犯了一个 已知错误 就是都用另外一个人身份 来定义对面那个人身份 都像开眼师讲 有可能是双老 有可能是良好人 所以你们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挺难判断的 我就希望你们 你跳一个吧 把路前垂了 烦死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发言呢 因为你不知道狼人会做什么事情 对吗 有可能他打的那个人 也是个狼童吧 或他是个好人 打的对面也是个好人 都是有可能性的 你们这种发言是哪里来的 怎么学来的 我不急着定义你们两个 现在我也不知道 三四啊 三四差不多 五十五十吧 要偏说的话 四比三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 是因为在一二的定义上面 稍微好了一点点 所以 如果你要我现在在里面的话 我会 这个四多百分之十 就是六十 而三就百分之四十 就这样 警察在听你们发言吧 够了 五号玩家发言完毕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战兵三 二十四双狼 好吗 一会啊 你们白狼王就爆 就冲我爆 好吗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过多可说的了 先保几张牌 六五一十一都是好人 就是别人发言 我可能稍微不太注重听 但是你的发言呢 我注重听 一的面呢 最低 好吧 在这几张好人牌里面 就是你呢 我着重想跟你对一件话 我不知道你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还是怎么着 好吧 就是调整一下你的状态 好吗 别的我也不说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十一是个好人 五是个好人 我打二四双狼 三是个预言家 好吗 八这张牌呢 听得发言 你要不要 你紧回头可以留这个吧 我给你这个权利了 如果你觉得他不好的话 我发言了 就是或者吧 咱俩觉得听这个八怎么样 八不好就去验他 好吧 就是 我估计二十四有可能不出白冷网 好吧 我觉得二十四不出白冷网 有可能没准是这个八或者这个十二 十二呢 是单评 敏相 打错了抱歉 好吧 打错了抱歉 打对了呢 就打对了 那没什么可说的 好吧 我觉得十一 一五都还行 我觉得二呢 就是二 退水了 是吧 二呢 有什么 那就是因为可能也算是我对他了解吧 你说你 在我看来 你就是摸了一张狼人牌 然后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就是这么简单 好吧 一会呢 你们看看 差不多了 听得发言 是不是 别的也没啥可说的 就是一十一五先绑下来 三十个原家 二四双狼 听你八十二发言 过了 好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仍在井上的玩家有 三号 四号 退水玩家不能投票 其余玩家请在我倒数后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举票 七号 八号 十号 十二号 投票给三号玩家 其余玩家选择押手 三号玩家当选警长 作业是平安业 请三号玩家决定 警左警右 开始发言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好人 我是平安 不是我很烦 因为刚才拿手卫自己的操作 导致被你发现 然后你把我爆死 所以我很烦 我才这轮这种发言 那么你现在要我状态 我再给你提起 提出来 我站边三 我说三是一张好人 那一样六 必是一张好人牌 我相信六是一张好人牌 那我觉得六判断没错的 那四是一张定狼牌 但是你判断错我了 我二是一张好人牌 是一张平安 我一定是一张好人 我先跟六说 因为我认三十张 预言加二 那四是张匪牌 对吧 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站边三呢 四对我的定义很模糊 你们想一想啊 我如果是一张老人牌 三四里头一定有一张定匪 对不对 三四是不是对跳关系 一定有一张匪吧 这三四两张牌 有一张匪 他们两人 这两个人有一张匪 他们都去觉得我二是匪 那我还能是匪吗 那我一定是一张好人 是一张非匪牌 对不对 这个逻辑 那六这判断有问题 我给你解释清楚 为什么我的状态很低 首先我拿张好人牌 我拿张民 我没拿到神 这个大家都懂 第一 第二一个 尚把自己的废操作在井上 被你拾货 然后你把我抱走 这是我状态低的原因 那我现在给你状态 好吧 我是张好人牌 是张民 我觉得三是张冤家 我觉得四是一张老人牌 那建立四是一张老人牌 八可能作为四的白狼狼同伴 那么八等会会自爆 如果八不是一张匪徒牌 那么八是不是可以往外摘一摘 是一张好人牌 那八是一张老人牌 发的叉沙 八是一张好人牌 在那个位置 七九十二十 四个人井下全都上票三 我觉得里头一定有倒过狼 但至于是谁 我觉得七跟十像狼 我觉得十二可以往外摘一摘 因为我觉得六 既然他能把二的身份判断错了 我觉得对他要求要很高 他如果判断错一张 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因为我这把决定状态不太好 跟上里面不一样 那么这个位置 我是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 那你外置被点了狼 大概率都对 那我觉得你说十二是一张匪牌 那我觉得十二也是一张匪牌 我跟你想法差不多 我讲八是否 作为四的狼头版 我觉得三十张真原家 你就随便去验 我不用验 我是一张品牌 是一零是一张好人 今天初四 跟三手头吧 过了 二号玩家发言完 第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也站三个队 我觉得三上和原家 就是三一验六的 心路历程我觉得成立 而且我第一把 跟三十两队友 三个汉跳跟这把 我就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六 我跟六比较熟 我就是状态不太好 但我觉得六这把 应该是个好人牌 而且四就是 我觉得你验八 就是反正三四 发言逻辑上五五开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爆的点的 但是四这把 就是三在前这位 就是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都很奇怪 就是尤其是三四两张牌 眼里都没有张五号牌 就是三号就认定 六号是你的金水 你认定四号是那样 跟你汉跳的牌 反正你可能比得像吧 反正我还是觉得 三号的发言 比四号的发言好一点 因为四号的发言 就是让我觉得你有点气聊了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拿着一张狼人牌 然后你被狼队安排 一定要起跳 三号牌在前这位 跳得很好 我感觉四号都有点 不太想跳了 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 我觉得没有 没有拿出一个 真与言家的状态 我就这么聊吧 因为我在前这位 太靠前了 没有什么信息 我觉得十一像个好人 我自己是个好人 那三六两个好人 你总会留到 如果没记错的话 留的是先十后七 对吧 我重复一下三号牌 警惠留 先十后七 但我觉得你验出来十 也不一定能定义得了九的身份 我总是觉得九这把 有点奇怪 我又得打你了 就很不好意思 一会儿你再好好聊一聊 那我是张好人牌 我再听一听 没有关系 反正白狼王的板子嘛 没有关系 再听一听 今天的发言不重要 反正就是两个预言家 我不想多说 而且我觉得二有一点 聊得很奇怪 他说他觉得那个八 还有可能是个狼 就是即便八是狼 也不应该是 你现在有的视角 对吗 你认三是预言家 四给八发叉叉 那如果四男是警惠 八就得出局 你如果盘八是狼 反正我觉得 即便最后四八真的是双狼 也不应该是 现在就有的视角 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二聊的 虽然状态又重新起来了 但我觉得有点怪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占三个队 我觉得三上个真预言家 那我再听后面聊一聊吧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认为一是个狼人 两点 第一点 四只会发八查杀的时候 你在这边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边看 这边在看我 第二点是这样子的 因为六张牌成底 六十三的精髓 六说八张牌听发言 如果不过关就吃叶 二号玩家说八是个好人 你连发言都记反了 因为你的逻辑是 如果六成立张好人 怎么讲呢 你逻辑是 你说八张牌是个狼 不是今天盘的 但是六已经盘了 说听八发言 要不要吃叶 所以你连六的发言都没有听到 你就把六认下来了 把三认下来了 所以你是个狼 这么简单 好吗 二号玩家 你的好人面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的好人面 也是你狼人面 因为你紧下七八十十二 你直接把八跟十二直接认下来 八张牌我当时在想 可不可能成立一张狼 查下狼呢 因为决散版确实会玩重游戏 确实会玩出来的 你把八直接认下来 六张牌把十二打了一打 你认为你把十二直接延保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直接把我认下来 我认为其实啊 紧下 紧下 我说句公道话 八都不能认 只能紧下张牌 四张牌里面 只有七张牌可以认下来 他如果是个狼 没有必要像你下紧这样子的 就打场外嘛 我觉得你可能是个好人面 所以你二张牌狼人面 就在这一点 你把八截认下来 有点开视角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而且你视角出发是 认八认十二打了七十 所以我的视角是 我是个好人 七张牌我认为像个好人 八十里面如果开狼 如果八再成立好人 可能是十 我认为现在是 一 二 四 八 十 五是个X 因为我认为你的配置 不至于站 我不想配置绑架你 我认为你的配置 不至于站左边 因为四其实挺虚的 说句说话挺虚的 三大状态已经提起来了 二号玩家你还有点 就是因为六说 你这把状态不一样了 你是强提状态的 对吗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呢 你也不用来看我 你简单发言就是个好人 不用来看我是个好人 好吗 这个游戏 输一手就输八 一定八的发言嘛 你不放心就把八言掉 好吗 过了 十二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发了什么言 全场认为好人 不是 我认为十二是个匪 我觉得锦上四十二 四五 蛮像爽狼的 首先五你在这个位置 你给我来听 我就是唯一 你在二五里面 定义的时候 你说二十个铁匪 我还没有想退水 但是你点了一脚十二 十二是我锦上 到锦下 我只是不想打 他是个铁匪 其实我告诉你 我想听你发言 你就是个匪 对吗 你在前座位认我好人 三四全认我好人 你打不动我了 所以你不选择反抗 我认为你十二在这个位置的发言 是这样子的 首先五为什么我觉得不好 他在这个位置认为四比三 更像一个愿言家 多了百分之十 但是他说他判定不了 交给你六了判定 是不是在五的视角里面认为你六有可能是一个好人 他前座位 二一十一九 这四张牌 在他的口中他上井 只字未聊过 对吗 这是五的锦上发言 我认为五不好 好吧 可能我前座位 我觉得一 在这个位置点了这个五 我觉得可以把一放下 二 这状态确实回来了一点点 交给你三去定义吧 我认为十二是个匪 不想多说 反正今天是战变三 除四嘛 你们不自败就是除四啊 我认为八 首先 四在这个位置 他已经被三给锁死了 三在井上跳了一个面加 说你四 一定焊掉的情况下 我不认为 除非八的底牌只有一张 白狼王 白狼王他等下就等着自爆嘛 才 四在这个位置才会把八他狼 作为他的狼头棒给点出来 我的底牌是个好人 那么 七一七十还好吧 九十估计就是 验九估计就游戏结束了 或者验十 对一下答案 警会给九估计就结束了 因为我不觉得二向 我认为一是个好人 六是个金水 我的底牌是个好人 我认为前座位除飞的 十二 四 五 好吗 就估计最后一张就开在九十里面 再听听你的意见吧 好吗 我是个好人 战变三 今天出四 过来 十一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号玩家请发言 好 十号玩家发言 就是为什么会投给三 因为我觉得三六 这个三爆六金水 除非三如果汉跳 除非六也是个狼 要不然三一定是个预言家 因为三给六后缀发金水 力度在我的视角里面无限大 而且四号是给八号没上井的一个人发查杀 那么六 我听完六的发言 我认为六的视角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认为六一定是一张真金水牌 那么三号就一定是预言家 就这个逻辑 我就跟三三别人投了票 然后前座 其实你十一认为二上好人牌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三在我的地方加分点 就是他认为二比一偏坏一点 他认为一偏好一点 这也是他预言家在我这里加分的面 所以我认为二本轮 包括井下的表水依旧不是太好 好吗 然后井下的玩家 我一张 十二一张 八一张 七一张 我们四张票全部投给了三 对吗 那么我认三十张院家 一定井下有打倒勾 对吗 那么我认为十二号牌 前座聊得像一张打倒勾的牌 七八我没听到 我不好定义 且四给八发了一张茶茶 那么八有可能是好身份 那么七我不知道 因为听不到 好吗 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一我为什么认为 聊得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一告诉三号说 你验了我十 不见得能定义九的身份 所以我认为一向上好人牌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 你验了我十 是个精髓 九怎么办 所以说我不知道 三号玩家验我十的心理路程 怎么想的 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 你紧张地发现告诉我 我十一定是张狼 你才验了我十 对吗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体验是张好人牌 所以你验我一定是个精髓 那九怎么定义 所以我认一是一张好人牌 好吗 那么我点的狼坑 我认为四号牌 是个汗跳的狼人牌 二号牌向的狼人牌 十二号向的狼人牌 最后的龙错率就是 七跟五里面出一张 因为十一去打了五 五是听完四的发言 偏跟四战队 对吗 但是料我认得真 真精髓真好人 他没有去打五 我就不知道 怎么去定义五的身份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这个是五跟七 我不知道谁是 因为我听不到 后助理的发言 好吗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几号玩家选择自爆 四号玩家选择自爆 四号玩家翻牌为白狼王牌 带走六号玩家 有多一样的号子 没有 颈下还没有 坐回去 坐回去 对 四号玩家翻牌为白狼王牌 带走六号玩家 好 各位玩家天黑请闭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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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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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的想法 首先是这样 这个二它是基本被所有人都打了 你想在井上五仙打了二 到诅咒那直接就二四双狼 对吧 井下包括二聊完了之后 一也去说 一打了二 一打了二 一是这么说的 你这个二状态是有所回升 但是我感觉你的状态 还是跟之前不太对 对吧 一也去打了二 所以说这个二不太能力挽狂澜 而且预言家警徽在手 只要去订八的身份 订八身份 燕八是张金水出来 二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胜利 你们觉得一号可能吃身份吗 花生点的二四十二 花生不就是五吗 花生是做五的吗 不是五是小三爷 那是三还是几 诅咒反正点的 在井上是二四双狼 然后他觉得十二八 对吧 诅咒是简上点了这四个 对了三 对了三 这局二是个狼局 二其实讲道理 他下的表水 我觉得表的不是特别好 那轮 我觉得大概率点死了 一死 一一定是吃刀 一不可能吃毒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进行的怎么样了 对对对 各位玩家 三二一天亮了 左眼三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烟 三号玩家是否一交锦辉 锦辉一交是七号玩家 三号十二号玩家请离场 七号玩家决定死作死由 发言二号或者五号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吃毒了 第一天饮水扒 怎么都有 我觉得守卫可能还在 因为守卫第一天 可能守卫颜家 第二天老人到了 把颜言大到了 第一天扒饮水 所以我三四 我那个位置四发了 八叉沙 我很明显就能站出来 三十一张真原家牌 八是我第一天的饮水牌 昨天晚上我听 十发言已经爆匪 他爆匪在哪 在他那个位置 他说十二十张狼 他说我二十张狼 他说自己是一张 好人的情况下 他还能把七八 两个人保下来 他站边三的理由 完全不成立 所以十是我听出来 一张匪徒牌 在昨天晚上 我把十破掉了 这张一就被吃刀了 一张好人牌 那一这位置 是张好人牌 八是我的饮水牌 你七是一张金水牌 七八我是一张女巫牌 那五这位置 可能是最后一张狼 如果五不是狼 五是张好人 那九是一张狼人牌 不对 我再想一想 九不能是狼 九一定是一张好人 为什么 在九第一天的发言里 九在井上第一个发言 九就说了 十在井下像狼人牌 我昨天判断对了 我判断出来 十是一张狼人牌 我把十破掉了 我不可能想 我破了一好人 我肯定想的是 我破的那个 是一张狼人牌 那九这个位置 是一张好人牌 九在位置 前这位大十 那九是一张好人牌 我这张女巫 九十张好人 八是我第一天的饮水牌 七十张定金水牌 五跟十一出最后一张狼人牌 三是一张狼 一是一张好人 十一张狼 十二是张狼 两张狼人牌在井下 我一定是张好人牌 过了十张女巫 今天听五跟十一 发言之后 头五或者十一 我再听一听吧 过了 二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 我本来还想 五出局啊 真的 因为五 井上的发言好怪 因为我认为三是个铁月言家 你说四的发言比三好 然后你又跟六对话 是不是三给六 发一个金水 有可能是共生分 你也没有去盘 可能你是觉得 小一科不想聊 那你就等一下 莫之为你听一听嘛 不是 五跟十一 怎么可以上皮给 八十里的银水 七十个金水 十是一个茶眼的狼人 井贵六是什么 十 对吗 那我就估计二五 二五里面定错了不 阻止还是强一点点 强一点点 好吗 没有听到五的井下发言 我认为 因为我所死的 十二十个匪 四十个匪 五十个匪 我认为九十 产最后一个匪 那一轮把你二放下 你这个轮子 跳个女巫出局啊 后续总该 因为我定一 有可能是一个女巫 我定一 有可能是个女巫 我认为后续 可能还有首位 对吗 总该还有一个神的 想一想 一跟十四 一跟十 总该出了一个狼 一个神 三十个院家 总该女巫守卫 后续绝对有一掌 我的底牌就起跳了 猎人 好吗 今天出啊 猎人 过来 九号玩家请发言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比赛嘛 我们就打得严谨一点 你全场好人都认下来的好人 又要去跳猎人干嘛呢 这个位置啊 二啊 就跟你对个话 是这样子 你自己去判断 他给八发个饮水 我觉得蛮诡异的 你自己去判断八的身份 我认为是二和五 前之位的牌 我认为一是个好人 十一是张定好人 因为好人的视角一定是对的 前之位你们都要站边三 你们认为四是个狼 就要想井下出道沟 那么井下有几张是道沟 几张是道沟狼人牌 井上的那张狼头半是谁 对吗 你二的位置 眼里是没有五 这一轮要打五的 井下其实五已经讲了 三四五五开 我不知道 你六去判断判断 五是已知六的身份的 对吗 而且他对四的发言 是可能四 多百分之十 如果井上要找狼 你认为三是那张预言家 你要站边三 对吗 五就很可能是四的狼同伴 这一点只有十一点出来 一点了一半 对吗 我井上的发言 你说十四个狼 你要站边三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 你认为三是个预言家 你怕吃这一刀 三的第一井会流 一定明确留的是这张十 再来讲第三个逻辑 如果你认为一石双倒之后 四张狼人牌自爆了 十这张牌是一张狼人牌 你认为十是张定匪 对吗 你是个女巫 十是张定匪 十二在那个位置 成立第三张狼人牌 就这么自爆了 他爆完场上就剩最后一狼了 还打什么呢 他跳女巫不好吗 随便跳个什么身份 找找神不好吗 所以我认为你二做不成一张女巫 就这个游戏 我跟你十一号讲 你一定是张好人 我不知道 如果你四张平民牌 跳个枪是蛮优秀的 我觉得你这个 全场好人都认你下来了 跳个枪干嘛呢 这个游戏 因为都是环环相扣的 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好人 我觉得打得谨慎一点 让他们自己去找 自己跳出来干嘛呢 没人会盘到你头上来 我认为是二五 我跟你七号精髓枪 我认为是二五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认为十 不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一石 哪张吃刀 哪张吃毒 我不知道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呢 我在想一如果是个女巫 我认为他的字里行间 没有提到这个十 有没有可能十的发言 让他觉得十像个狼 他把十毒了 也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我认为你二 做不成一张女巫牌 好吗 你自己一归 我认为是二合五 十一是个好人 我自己是个好人 你把我认下来了 你自己去判断八的身份就好了 就是你要 你要做的问题就是 你认为二是不是个女巫 如果你认为他不是个女巫 八张牌 他莫名给八爆张银水 且他是一张汗跳的 九号玩家发言时间到 八号玩家请发言 二五啊 那二是不是起跳一张女巫牌 要出这个五呢 我认为是二九 我认为十一一定是张好人 我可能觉得十 可能这张牌破错了 因为二自己说了 他说 一是吃刀的 十是吃毒的 我底牌是张蛋 你是个精水 我认为五井商是个好人 那你要告诉我 五底牌是个狼 这个四 四已知是个白狼王 他经常说 为什么我觉得四 发言预言加面 大那个百分之十呢 所以我认为五 不是个狼 因为 以知四的底牌是个白狼王 五 以知四是个白狼王 他就没有必要发那种言 所以我认为五底牌是个好人 那十一 把十二点爆了 那你是个精水 我是一张白狼王牌要出的牌 他们前周围说 我有可能是个狼 是因为 我底牌要不是个白狼王 所以我底牌是个狼 但是这个四是个白狼王 所以我底牌不可能是个狼 这个罗质能听懂吗 所以八十一 你认下了 我认为五是个好人 如果常出两狼是二九 如果常 我认为不可能是一狼 因为出一狼 这个二 其实要扛推这个五 你刀还是不够 所以我认为常常是两狼 我不觉得二相个女巫的原因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你第一天救了我 你说四给我八 丢了个茶沙 你说我八底牌 有可能做成一张白狼王 你想藏身份 视角一定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认为二底牌 一定不是个女巫 我认为十一 一定是个好人 你是个精髓 那就二九了 因为二五 逻辑一定不成立 因为这个二 其实跳了张五 说你九一定是张好人牌 他认为我是个饮水 十一是个好人 七是个精髓 他今天是要扛推这张五的 那除非是 他自己想把自己撩诈 去做这个五的身份 但是我认为二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觉得最后两狼 可能是二九 你底牌是个精髓 我底牌是张蛋 首位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可能是张五 因为我觉得一 底牌不像个首位 这个十也不像 因为你要想 他唯一讲的一对 一个点队是什么呢 你要想一时 如果有一张狼出去 这个十二起来自爆 他一定不自爆 让三报警会留好了 所以二九吧 我认为十可能不是个狼 就二九 过了 十一号玩家 你发言 我觉得二八啊 我上首位啊 我上首位牌 第一天空手 第二天我守的那个三 第三天我自守 对不对 你猎人嘛 我守位嘛 那女巫出局啊 你能做成女巫牌啊 你高女巫牌 那个十号你破了 那个十二号给我报刀啊 十二号报到 几狼嘛 十号已经 一直四号被浪王报了 十号被破了 那是啪 报刀了 高高兴兴走了 你高场上就一郎在了 然后女巫跳起来了 然后你莫名其妙 还扒个八眼水 你再保八嘛 你一定觉得 女巫已经下去了 所以想保这个八号玩家 八号你就打那九啊 你跟九的逻辑线是一样的 你也觉得 你现在发言 我听了你跟九的逻辑线 基本一样 我没有找到太多的 这种逻辑线 十一任好人嘛 你跟九的逻辑线 基本一样 你就打那张九 且能把这张五号保下来 你认十一号是个好人 十一号在打这个五 对不对 九在打这个五 你跟九的逻辑线 基本一样 你但是把五保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二八 二八两张狼 我确实是这样的 那个五啊 我觉得他是个狼 第一天四号是个白狼王 那种发言 他是个狼 就把四号捶死嘛 打打倒勾嘛 对不对 我在五那个位置 是个狼 我一定要捶这个四啊 那四的发言是什么嘛 都不去定义一个六 对吧 他都不去定义六 三给六八斤水 他就不去 那四号发言那么烂 五号是个狼 他都不去打这个四啊 还得说我要听一听啊 对不对 这个逻辑 我觉得二八嘛 这把出二 配合出局 你的发言一定做不成女巫 好 一定做不成女巫 好 十一号猎人认得下 我是让守卫排 就出你女巫是怎么样嘛 对不对 猎人在 守卫在 你今天晚上来叨我嘛 对不对 今天晚上肯定叨我 对不对 叨了我猎人带队三 叨了猎人带队 好 所以二号出局 明天八号出局 就这么简单 安排好了 好 二八两郎 好 过了 今天归二 过了 七号玩家发言完毕 五号玩家请发言 哦 归二我们去归二 不是因为我警上 其实我是有判断的呀 有吗 其实我警上 其实已经有判断 你们自己没有听啊 因为我跟这个六对话来 我说六 要不然你跳个预言人家 其实你们应该就知道 我占别谁了 我随便搜索 我说四还是有多百分之十 四三自己多操作 一波一二里边 他要评定 他要不评定完 那我总体说 三还没有评定完 发言四三好 我跟六的对话 就能以致 我去斩鞭谁了 你们自己想一想嘛 对不对 如果我觉得 三不是个预言家 我就不会跟六去对话 不一定说 跟三对话 就是个好人 或者他是个预言家 你跟六对话 你也知道 谁是个预言家了嘛 其实已经 不要你姐先把二出了 蛮好的 优秀优秀 反正这时候你想 动我 你动不了的闹 即使是二五双狼 也是你先走嘛 对吗 后来之为 肯定还有个狼人啦 因为我不觉得 一十里边开狼人 这是我的认知 因为十第一井辉流 你说是他 就是因为九告诉我们 一十里边一定得开个狼人 八也告诉我们 一十里边 但是八告诉我们 一十里边不一定开狼人 这就是区别所在的 八九最后再区别 就知道吧 再去判断一下八九到底谁是 好吧 我觉得你那个是什么自首应该是骗人的吧 明天什么就手一下自己 这个人 你明天肯定倒霉 你信吗 你明天肯定倒霉了 你明天被砍一刀 要么我吃一刀 然后你们再变 好吧 肯定是这样子 要么我吃一刀 要么他吃一刀 但我觉得他不会吃 就我吃一刀 然后你说我吧 平民 强 狼人 当然明天再出一个 好吧 我是这样觉得到 反正我明天就跟我没有关系的 不一定 如果你能把我守下来的话 我还有关系 守不下来 就没办法了 好吧 就这样吧 出啊 没办法 你自己跳起来送我也有什么办法了 结构你也不信 什么他报废了 什么他是什么 你问什么 为什么他自报呀 你问他呀 他自报就是想问你 你也不说一说 对吧 好啊 就这样吧 先把二头来吧 明天再玩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2号 各位玩家请准备投票 3 2 1 请举 2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赠亿获胜 各位玩家请保持安静离场 安静离场 本军游戏狼人为2号 4号 10号 12号 四张狼人牌 7号玩家为女巫 3号玩家为预言家 11号玩家为猎人 5号玩家为首位 1号 6号 8号 9号 四张玩家为普通村民牌 每天 每天是吗 狼人第一夜刀众8号玩家 普通村民 女巫 7号 开要解救 冤家13 验到6号 诅咒为好人牌 第一天首位 选择守护10号玩家 在他事业里 疑似一张女巫牌 第一天 锦上发言 3号玩家 拿到锦辉 并在 即将发言 结束的时候 4号玩家 选择自暴 带走6号玩家 4号玩家 选择自暴 带走6号玩家 普通村民牌 夜间狼人 选择刀众1号玩家 一张一次女巫牌 12号玩家 选择自暴 10号玩家 吃毒后 刀掉3号玩家 预言家牌 在2号玩家 认为女巫 一走的情况下 跳出女巫 准备抢过一张 首位牌 没想到女巫在场 并且好人 全部都认出来 2号玩家 不是一张女巫牌 2号玩家 出局游戏结束 欢迎大家回来 这把游戏 其实打得蛮快的 就是狼队崩盘 就是爆弹 刀弹 刀了刀 预言家 刀了就不够了 然后2号 最后挣扎 跳个女巫 他觉得砍死一 可能是个女巫 然后7还读了11个狼 对 7还读了10号一批 但是7 7他胆子也蛮大的 因为10是警卫 就是第一张牌 他把10读了 我觉得还行 蛮强 这把主要是好人 玩的都特别好 特别强 狼队在操作上 技能操作 以及晚上交流 可能有一些小失误 对 守卫是5号 5号是守卫 身份牌都爆掉了 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 就是我们在6点半的时候 会进行我们最后两场 然后最后两场的板子 将会是 预言家 女巫猎人白痴 预言家 女巫猎人白痴 就是我们平常局 就是聊天局 也希望就是 能给选手更多 去聊天发挥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 毕竟是 发言分事战 大比例的 对 希望他们能够在后面 就是有些 可能之前打的不是特别好的 能够通过后面的表现 能够追回 扳回一盘 希望能这样子 还有就是 我们那个抽奖抽了吗 应该抽了吧 那我们就稍事休息